大家好,我是强华 很高兴能在这次量化训练营里面 跟大家分享这个商品积货策略 然后呢,按照课程表的安排 我主要是有三节课的内容 然后有六个策略的这个交易逻辑要分享给大家 那首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三节课的具体内容 第一节课,就第一部分 我们主要讲的第一个是布林通道趋势加强策略 和第二个MACD结合加权移动均线策略 然后这两个策略呢,都用的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指标 一个是用的布林线,一个是用的MACD 然后这两个策略讲完了以后 我会讲一些就是基于这些传统指标改进策略的一些方法 第二节课的第一个策略是DDI双均线一个中短线的策略 第二个是一个ATR趋势突破策略 然后在这两个策略之后呢 我会讲一些策略使用方面的经验 第三部分,这个课程表上面写的一个是 自动加减仓策略的开发和ATR在止盈止损中的应用 实际上呢,这两个策略 第一个是一个只有减仓没有加仓的策略 而第二个是一个只有加仓没有减仓的策略 然后他后面用到了一个,用ATR来止损呢,他用了一个ATR级仑法 然后呢,讲完这两个策略我会做一些小结 主要是关于就是我对这个CTA策略的一些理解和这个策略整个研发过程的一个概括总结 然后呢,这六个策略呢,有一些可能就是参加过之前 训练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是讲过的 然后,就是老朋友可能会听过 然后我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里面 然后大部分应该都是一些新的内容 还有关于这些策略的代码 我里面是具体没有涉及到代码的编写的 因为各个,就是朋友们使用的各个平台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代码的细节都是没有涉及到的 然后这个代码可能是我看课程安排上是穆老师会给大家讲 然后具体代码可能你要咨询那个客服 看有没有是可以领取的 这些总体的内容介绍完了的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部分课程的内容 就是第一个是布林通道区域加强策略和MACD 结合这个加权移动经线策略的这两个策略的介绍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在讲这个布林通道趋势加强策略之前 我先讲一个影子 就是这个Aberation策略 这个策略呢 下面有些介绍 它是1986年发明的 并在1993年发布在这个Future Trust的杂志上面 然后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 它是一个每隔四年对这个交易系统的一个排名 可以看出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 这三次排行它都是在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个策略在没有公开之前呢 大家都觉得它很神秘 而且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策略吧 但是实际上它在后来在网上公布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逻辑非常简单 而且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策略 然后关于这个表格里的策略呢 它实际上有很多都是已经在网上可以找到原代码的 比如说这个Aberation和下面这个Abreaker 还有一些Dynamic的策略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这些策略的代码 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一些改进 有一些也是能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Aberation策略的原理 首先它是由三条通道线组成 第一条就是中轨 可以看出它就是一个关于收盘价的均线 第二个是标准差 也是关于收盘价的一个标准差 然后它的上下轨呢 就是这个均线分别加减标准差的K倍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都是一些伪代码 它只是表示我要算它的均线 要算它的标准差 并不是某一个软件上面的代码 因为各个软件里面 它使用的各个这个自带的函数 它可能名称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均线 均线不用说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这个趋势的一个刻画 这个标准差呢 它实际上就是对行情一个波动性的刻画 看一下下面具体标准差的描述 它是一个反映一个数据级的离散程度 假设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X1到XN 这里面也就是我们每一根8的这个收盘架 然后它的平均值寄为μ 也就是我们这个中轨 就是收盘架的均线 然后它的标准差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描述了各个这个收盘架 对于它这个均线的离散程度 它是一个对波动率的刻画 这个三条东道呢 这样一看就非常清楚明白了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 就是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布林通道 这个布林通道的好处呢 它就是同时使用了这个趋势和波动性的概念 这个在我们CTA做趋势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它用到了均线 就是我们所用的趋势 然后用到了标准差 就是我们所用的波动率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就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进出场条件 有了这个布林通道了以后呢 这个进出场条件也就非常的简单了 首先看一下多头 它就是收盘架突破上轨 就做多开仓 跌破中轨离仓 然后空头是一个对称的反向了 它就是收盘架跌破下轨 做空开仓 也是同样突破中轨离仓 具体呢 看一下右边这个信号展示的图 这个是选取的是2016年 整个上半年 就是1月到6月底吧 这个罗恩刚的一个指数的K线图 然后这里面写了一个ED 就是表示的它是一天的日线图 然后后面呢 我下面这六个例子 做信号展示的图呢 都是使用的这相同一段时间里面的K线图 然后方便大家来做一些比较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boration嘛 这个Aboration呢 它非常简单 它就是从底部这样一把开进去 然后到回吐了很大一部分 最后出场 可以说这波行情它还抓到了 但是上面的反正回吐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实际上作为一个 刚才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线的策略吧 然后后面也没怎么做 就是交易次数也是比较少 然后因为它是日线 时间框架也挺大 交易次数比较少 是一个偏长线的这样一个策略 然后我们对后面的这些策略比较 可以看出呢 有一些就是短线策略 它可能是五分钟的 然后相同 完全相同的一段行情 它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 它是一步一步做上来的 然后中间的盘整部分 可能还割了两刀 但是呢 它下跌的这一大波 可能做空也会做到 就是它对相同的这段行情 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但总体来说 这样的一波趋势的情况下 不管你是一个偏长线的 偏短线的策略 应该都是能够赚到钱的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Aberation策略 讲这个策略呢 主要是想引出一些非常简单 或者非常基本的这个指标 它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的 虽然它现在就是某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回撤 或者平台期 但是你对它做一些改进 加一些过滤啊 或者你的一些经验 它可能也会有非常好的 就是结合 有非常好的表现 看完这个Aberation策略以后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策略 就是布林通道趋势加强策略 我主要分了五个部分 来描述这个 它对这个布林通道 到底趋势加强在哪里 做了哪些方面的改进 然后呢 它最后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好 我们来一步一步看过来 第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通道的中轨均线 使用了处理过的价格 因为之前我们用的均线 和用的这个标准差 它都是用的收盘价 它实际上一根K线 它只用到了一个点的价格 就是一根K线 它只用了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这里使用了四个位置的价格 就是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均值 这样的处理好处是 它使用的信息量更大 能够更好的反映 这个价格所处的位置 就是你使用到的点 就是价格点位更多 你能够更加知道 它实际上价格都跑到过哪些位置 第二个是它上下轨的幅度 就是之前那个标准差 它是用这个ATR代替了标准差 这个本质呢 实际上都是刻画的波动率 但是这个标准差呢 它是刻画的这个收盘价 对于它这个均线的离散程度 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率 而这个ATR后面我们会详细讲 因为这个ATR我们后面 对于这个开仓的过滤啊 和几云止损里面的应用 都是用到的 所以我们会详细讲 它实际上刻画的是 一段时间内 它这个单根霸的波动情况 就是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时间段 它的ATR实际上都是有大有小的 它是刻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波动率的情况 第三点它的改进呢 就是第二点 这个改进实际上都是波动率 它不是非常本质的事情 第三个是它自动配置的手术 这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更好的 就是对资金量的使用更好 然后这里面使用的是固定金额等权重 这样的一个方法 关于自动配置手术怎么配置 后面我们也有一块内容 是会详细讲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策略呢 大多使用的是这个固定金额等权重 它是为了能够更好的 把所有的资金量都使用起来 就是对于一个固定金额来说 它处以当前的这个点位 如果点位低的话 它就能够开更多的手术 而点位高的话 它可能开的就比较少 但是它的资金是充分使用的 这是前面三点 然后第四点呢 它是一个入场条件的过滤 因为看普通的 之前的那个alberation 它用布林通道呢 就是突破上轨了 它就开仓 然后中轨就平仓 非常简单 开仓就是突破 而这里使用了一个 短期历史波动率 大于长期历史波动率 在这样的条件下 它才开仓 这里的历史波动率 使用的是标准差 这是一种 就是用波动率过滤的方法了 而过滤还有其他一些别的 比如说趋势确认过滤的方法 加入这些过滤的好处呢 主要在于减少某些震荡情况下 无谓的亏损 但是有可能会错过某些趋势行情 这个错过某些趋势行情的一般情况下 它是如果你的过滤条件比较苛刻 因为你写好了代码以后 肯定是要去比对一下信号 是不是跟你的逻辑一样 如果你看到一些 你比较觉得应该它拿到的趋势 而被你的这些过滤条件给 正好过滤掉的话 那可能是你这个过滤条件会有点苛刻 然后由于它会有些错过某些行情 就需要多品种多策略来分散 然后这里面加入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波动率过滤吧 因为我们后面很多也用到了这个 短期历史波动率和长期历史波动率大小呀 或者笔直这样的一些波动率过滤 然后第五个出厂条件 它加入了止盈止损 然后之前那个abberation呢 它是跌破中轨出厂 它也是没什么毛病的 因为它这个中轨就表示了趋势嘛 等于你这波趋势走完了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长线策略 它这个中轨呢就会显得比较顿 它可能会回吐非常多的值 它才出厂 而这里呢 它指引用的是一个浮音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就启动了一个反向轨道指引 这个如果在短线的话 它就比较可能会比较灵敏 可以看一下后面我们有这个信号的展示图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指引还是比较灵敏的 启动反向轨道指引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如果是一个上轨突破的话 它就是下轨也是跌破趋势线 它就指引了 然后止损是一个固定百分比止损 这是一个静态的止损 也就是说当你的入场价格信号确定了以后 它这个止损就已经确定了 它就放在那里了 如果打到它就出厂了 后面我们会讲到呢 它还有一些止损是一些动态的指引止损 它就是会随着行情的变动而上下浮动的 这个静态的止损一般是一定会设置的 它可能会和一些动态的相结合使用 就是相当于最后一道保障 如果它跌破几个它就一定出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展示的情况 这个同样是2016年上半年 这个罗文刚指数的K线图 它是一个30分钟的K线 所以这是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偏短线的策略了 实际上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术 在底部和在它上升的趋势中 它是一个可以开五手 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它是按照它的金额除下来还是五手 而越来越涨上去了以后呢 它就只能开四手 到上面的话它就只能开四手了 就是你这个资金呢 还是充分利用的 只不过随着它的点位的抬升 能够开的手术是减少了 然后跟那个 跟之前那个abortion 从底部一把做到上面 回土出场不同 它是一步一步转上来的 在中间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 小的止损 但最大的两波 就是很陡的这两波趋势 它上下都是转到了 所以相对来说 这是一个偏短线的策略 然后总体表现呢 从现在这一段来看呢 还是很不错的 它基本上有行情的地方都赚到了 好 那这个布林通道趋势加强策略 就是这个样子 它主要是改进成了一个 偏短线的策略 然后改进的方面呢 主要就是对价格进行了一些改进 然后对手术根据它的点位和它的资金量进行确定 然后加入了波动率的过滤 就是入场前波动率的过滤 当波动率呢 由小变大 它才做入场 然后最后加入了止盈止损 有一个硬的止损 和一个反向轨道的止盈 总体来说呢 它的表现呢 还是也挺不错的吧 因为它可以看这两波 还是赚到的 上下都赚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二个策略 MACD结合移动均线策略 MACD呢 指的就是这个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它是1970年提出的 它主要利用了这个收盘价的短期 通常为12日的指数移动平均线 与长期 通常为26日指数移动平均线之间的 聚合与分离状况 对买卖时机进行了研判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也是大家应该经常看到 就是一个简单的MACD 任何这个软件指标里面 应该都有自带的 然后这个黄色的线呢 它就是DIF 它就指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长期和短期均线的差 然后这个蓝色呢 就是这个 这个DIF它的均线 它叫应该是DA 然后对它们再做差值 就得到了这个 这个柱状图 就是我们平时红色看到的这个 然后看一下具体它是怎么算的 首先第一步我们计算这个快速线 就是DIF 它就是两个指数移动平均线的差值 然后再计算这个DEA 就是这个差值的指数移动平均 最后计算它的柱状图 就是这两个值 DIF和DEA的差值 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吧 它实际上只是用到了移动均线这样的一个 一件事情 它先做了一个差值 然后再做一个移动平均 然后再做一个差值 就是反复做了这样几次事情 所以它就是从一个移动平均原理发展出来的 一来克服了移动平均线 假信号频繁的缺陷 二来能确保移动均线最大的成果 这里讲了什么 就是因为它做了很多次的重复 所以说呢 它实际上是更加平滑了这个移动平均线 所以它的假信号会比你普通用的移动均线少 但是这样的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可能会比你普通用的移动均线更顿 就是它可能突破 不是突破 均线比均线入场的更晚 但是它也是保留了这样均线的一个特征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常用的方法 就是你网上一搜 随便一搜MACD 它可能都会告诉你 如果这个DIF和DEA均为证 然后上穿了 它就买入 如果这个DIF和DEA均为负 然后跌破了 它就卖出 这就是常用的一个MACD常用的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DIF与K线发生的背离 这也是一个行情可能反转的信号 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用这个MACD 因为我们主要是用的是它趋势特点 就是用了它均线这方面的特点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上穿向穿这样的情况的 然后它的缺点呢 也实际上是一个均线经常会出现的缺点 这里面都是用的日线的表达 所以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中长线的指标 然后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买卖点位和最低最高点之间的价差较大 就是像前面的Iversion它实际上是个偏长线的 它就可能会回吐很多 或者有些情况下会出场入场的很晚 然后这里面写呢 当行情忽上忽下幅度太小或者盘整时 会累积一定的亏损 那这个震荡条件下 只要趋势策略基本上都会有这样子或多或少的情况 而第二个就讲的是它这个会比较顿 就是短期内如果涨跌幅度特别大的时候 因为它的移动相当缓和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了以后 如果它迅速的大幅涨跌 它可能不会产生信号 会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 这个实际上就是均线的特点嘛 均线如果你用的比较比较灵敏的均线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搁来搁去的 如果你用的一个比较顿的均线呢 它可能入场或出场就会比较晚 会比较被动 这个就是要结合你自身的情况和它的一些行情表现 来选取适当的这个参数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策略里面 MACD结合这个移动均线是怎么做的 这里面是以多投入场为例来讲了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 第一个它是怎么用MACD的 它就是用了一个DIF大于0和这个MACDDIF大于0 就是指它的差值 第一个是它均线的差值是大于0的 第二个是它差值的均线 然后再做差值 这个值也是大于0的 就是它的柱状图 那个红色柱状图也是大于0的 这两个条件满足 然后呢这是一个条件 是MACD产生的条件 然后再对这个均线过滤来确认趋势 均线呢又取了两根均线 不是那个之前做MACD的两根均线 是另外两根均线 然后这个也是两根 一根短一根长 首先要短均线来大于长均线 还有它的收盘价是大于短均线的 和前日收盘价也是大于短均线的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策略里面的 所有的日常条件 它是用了MACD 然后再用了一个均线 进行趋势确认 然后这里面是没有按照金额 或者别的一些指标来计算手术 它就是用一手来计算的 还是固定百分比止损 跟之前那个一样也是硬止损 然后这个出场呢 是有两种情况出场 一种是MACD出场 就是它的DF小于0了 实际上也就是它那个均线下穿了 另外一个也是你的 用作当时入场的趋势 确定了那两条均线 也是下穿了 它就是确认 就是这两种情况满足其一 它就觉得它的趋势已经反转了 它就出场了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策略里面 MACD结合移动均线的一个策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信号展示 这个信号呢 看起来也是还挺不错的 这个是一个同样时间段的一个四小时的K线 固定了一手 从最后这一个可以看出呢 它的回突呢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MACD向来用于一个偏长线的 所以这里面取了一个四小时的K线 也是有点偏长线的指标 总体来说呢 它上升的这一段呢 也是转到一些的 然后回突呢 确实都是比较大的 都是回突到了很大一部分才出场的 看一下也是均线出场 因为均线出场的话呢 它都是回突会相当于大的 而且它向下这部分也是没有做的 基本上就是向上的一段一段做到的 这个就是这个MACD结合 移动均线策略的一个情况 它实际上呢 只是用到了MACD和均线 就是实际上只用到了均线 它对趋势的一个刻画 并没有太多的用到这个波动率的情况 但是它对于这样的一个 有趋势的这样的一段行情呢 表现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今天要讲的两个策略的情况 就介绍在这里 一个是波林通道的 一个是MACD的 它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指标 但是我们加入了一些过滤啊 或者一些止因止损啊 它就能使这个策略 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改善 那接下来我就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 我对这个策略改进主要是有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策略改进的方法 它主要这里写了六方面的内容 我们来一条条的看过来 第一个就是处理内容的改变 第一个是价格 因为我们之前呢 最常用的就是一个收盘价 收盘价的突破了哪一个区间呀 或者收盘价波动率超过哪些 它就是做怎么样一个动作 然后这里面呢 处理方法呢 可以用各种价格的组合 比如说从abration 到我们的布林通道趋势加强测流 我们就用了这个高低点和开盘价 收盘价的一个均值来代替了收盘价 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它能够更好地反映这个K线所处的一个位置 然后第二个是成交量 成交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但是在商品期货的话 你要注意换业的影响 因为它的主力合约和非主力合约 它的成交量会换业的时候会相差的比较大 会变动的会比较大 但是它没有反映成交量的实际变化 所以这里就要使用这个商品指数里面有加权的 总体的全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个情况 这样判断就会比较好 第三个是异形图 异形图应该大家接触的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是做过这个上面的一些研究 像这个点数图 专形图 圈插图的呢 这个一些主流的程序化交易平台上面应该自带的都有 而这些MC上面都有 然后呢 它去除了时间的维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一根K线的话 它是按照时间的 比如说五分钟一根K线 你半个小时不管怎么样 不管它的行情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就这样子 八八八六根K线就这样子走过去了 但是如果它的行情一直没有较大的变化 用这个专形图的话 它就可以很好的表达这个情况 比如说它在半个小时内 它只是从1000点和120点 这个之间一直在震荡 如果K线的话 它还是这样六根K线 虽然它每一个都很小 都是在这里面震荡 但是用专形图 如果是20个点的一个专形图的话 它就一直会只是这一块砖 就是这半个小时之内 它是一块砖 它直到你 比如说从1020点涨到1040点的时候 又涨20点 它才会形成下一块砖 它不管你这个过程走了多长时间 它只管你价格走了多少点位 这个就是去除时间维度的意义 这些疫情图呢 它去除了时间维度以后 它实际上是能够更好的表达这个行情 就是走的一个形态的 但是写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麻烦 就是你要注意它的假信号 比如说你从1020点涨到1030点了 你就不能在它这个砖的中间形成一个信号 一旦形成的话 就是你当时做的时候 就是万一你试盘了 或者跑模拟盘的话 它是会成交的 但实际上它这块砖是没有形成的 因为它没有到达1040 然后这个砖可能又缩回来了 它又向别的方向运动了 这个就是其中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这个疫情图 我们以前也尝试过一段时间 有些表现也是还是挺好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可以自己试一下 第二个是加入了这个入场条件的过滤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加入过了 就是第二点这个波动率从小变大 最常用的波动率过滤就是从小变大 一般情况下就是短期波动率大于长期波动率 或者短期波动率比上长期波动率大于某一个值 这样的一个波动率的过滤 它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波动率突破 这样的一个动作 来确定这个趋势可能要产生了 然后第一个趋势的确定 趋势呢 我们一般就用的是移动均线 比如说那个MACD结合移动均线 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均线的趋势确定 常用的呢 还有一些连续的上涨或下跌啊 还有一些趋势指标和震荡指标 用这样的一些指标来确定它的趋势 这个是加在入场之前的 就比如说满足了这些过滤条件 你可能才做一个区间突破啊 或者波动率突破这样的动作 第三个是这个K线形态 我这里写了一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红三边啊 箱体突破和V型底 这个K线形态呢 对于我们现在一些平台来说 其实是比较难刻画的 因为你肉眼看过去一个形态 挺好理解的 但是你实际上把它写成代码了一下 代码以后呢 它可能会有时候过于严格 或者找不到你想要的那些形态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比较宽松的 对K线形态的描述 这样的过滤呢 就是稍微加一点 不会太严苛 效果会相对的好一些 然后入场过滤了以后就是出场 第三个就是一个止音止损内容 一些偏长线的和一些策略 有一些是止音止损是会比较少的 它可能更加倾向于反向的 直接就反手了 但是一些短线的 可能止音止损就会加的相对多一些 我们来看这个止音止损呢 我写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是主动的止音 就是一个固定金额 固定百分比 固定ATR止音 就是当波动率上升过快的时候 可能主动止音 还有一些震荡指标 超买超卖的时候 主动止音 这个主动止音呢 就是金额达到了 或者它的波动率上升过快 已经是它之前的几倍的时候 我们就主动盈利出场了 而相对于主动止音呢 是一个被动的止音 被动止音 主要是一个百分比回度止音 就是它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盈利了之后 但是呢 你还是等它回吐了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 或者回吐了多少GATR之后 你回吐了以后才止音 这样的止音呢 被动止音的好处呢 它是往往呢 可能会拿的更长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 它会回吐的更多 这个都是不一定的 你也可以两种止音 都加多层的止音止损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止损 这里主要写的简单的 就是百分比和一个金额固定的止损 这个后面我们讲ATR的时候呢 也会讲这个ATR应用的一些止音止损 其实也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然后第四个写的出场 就是你设定了这个条件以后呢 可能不一定是止音止损 你不是很确定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平局出场 这个一般情况下 用在一些偏短线的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小幅的盈利 然后你又回到其存点了 入场点了 你就平局出场了 然后一些入场对称和改进的出场 第二个这个对称和改进出场 一般用在这个通道类吧 比如说前面前面那个 有一个止音 它就是当累积了一定百分比的盈利之后 它的反向反向通道 它就出场了 因为它的空头入场实际上也是突破下轨 然后它的多头出场也是突破下轨 它就是一个对称的出场 然后这个改进的出场呢 可能是你用了两套的突破区间 比如说你入场用了一套的区间 然后你出场呢 可能是累积了一定浮营之后 用了一个更窄的通道 这是一个改进的通道出场 然后第三个这个ATR集伦法 这个我们在第三节课 那个策略里面会详细讲 因为它用到了ATR集伦 而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出场的方法 它是这样的 它是先选定了一个基准点 然后根据每根霸 加某一倍数的ATR 得到了一个跟踪的止损点 然后它在随着这个随着时间 随着波动率的变化 随着你这个起始价格的变化 它会不断的移动 它是一个动态的止盈止损的方法 它这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波动率 波动性的增加 会使得这个止损点的上移速度增加 这里面是针对这个多头的情况 这个就是出场的方法 你可以加入一些止盈止损 和一些各种各样的出场的方法 我们看第五点是自动配置手术 就是这里面主要是讲的是一个单个策略里面 它就自动配置好手术的 不涉及多个策略 然后它加点仓产生的这个情况 单个策略里面的话 第一个是固定金额的一个交易模式 这个是我们六个视力策略里面 主要用的一个配置手术的方法 除了这个单手的情况 我们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固定金额交易的模式 它就是确定了一个金额 比如说两万 然后再根据你现在商品价格的点位 来确定你这个两万金额最多能开多少手 这样产生的效果就是 它在点位低的时候 你能开的手术比较多 而点位高的时候开的手术比较少 就是对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利用 然后固定风险比例模式 这个跟那个也类似 也是一个等权重的配置 它是根据每个策略的最大亏损的情况 来配置你这个策略里面的手术 第二个根据某些技术指标配置 比如说波动率和单比亏损倒推模式 这个波动率固定模式 它后面有讲有一个根据这个ATR情况 就是根据你这个商品的ATR来确定我亏1%的情况下 我亏金额的1%的情况下 它能够开多少手 或者你单笔最多能亏多少手 最多能亏多少钱 然后来倒推出我现在能开多少手 第三个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用凯利公司赌足策略等统计方法 凯利公司可能就是要用到你策略 绩效报告里面的一些值 然后来进行一些优化 来达到你各个策略的一个配比情况 第六个是一个组合配置的手段 组合配置这个自然不用说 我们向来是主张用这个多策略 多品种来分散风险和平滑资金曲线的 然后他这个第二个讲的这个策略的策略 就是比如一段时间内某个板块的头寸 太多则禁止之后的策略开仓 或者盈利达到一定程度和部分策略平仓 这个讲的是比如说你有很多个策略 然后你对策略进行一些控制 比如说某一个板块的策略归人一类 另外一个板块策略归成另一类 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控制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有一些平台是应该能够做到 但是有些平台可能对这个策略的策略 还是要进行一些自己一些改进 那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基本上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了两个策略 一个是布林通道区加强策略 一个是MACD结合移动均线的策略 然后最后我对这个策略改进的方法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好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